大家好,我是红神红嫂,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五,在越南中部有台风,所以这几天下点小雨,看行得到了一点缓解。 上集说到红哥带回我后,对我既不溺爱,也不冷淡,一切都恰到好处,有人说他达不到红哥的火候。 其实任何人只要有一颗平常心,就会对一切处之泰然,就是有老铁流言的那样,看云起云涌,去留无意。 花开花落,荣辱不惊,对新娶的越南老婆要平静,平等对待,切记五分钟热度。 如刚开始新婚燕儿,对自己越娘宠爱有加,含在嘴里怕话了,处处对越娘俯首贴耳。 而新鲜感一过,就觉得老婆得来全不费功夫,就开始忘乎所以来了,不尊重,爱打骂,不珍惜,更别提女方家需要帮助了。 如我介绍成功的,就有好几个对自己的越娘太过亲密,热情过头了,如经常给越娘洗内衣内裤,以示自己对老婆的恩爱给自己越娘洗脚。 越娘回来对左邻右摄衣说,把邻居都给笑死了,大家都拿来作为家谈,你如果说我需要这样做来显示我对自己的老婆好,这也无可厚非。 重要的是,你不能试五分钟热度,你能坚持给他洗一辈子脚,内衣内裤,这样就显示你真正的伟大。 那有人问,红哥给不给我洗脚,洗内衣内裤,他从不这样做,他对老婆的爱,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亲人来爱。 就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来爱,为我的身体健康考虑比较多,如我怀孕期间,他不让我洗冷水,那段时间他包了所有的洗衣和家务。 他经常给我搞好吃的,去饭进山旅游,他那时还没什么钱,他给我请华干台我,他自己不做为了省钱,他还把所有的行李杯自己一个人身上,累得汗如雨下。 清晨看日出,那时山上只有十来度,他又把他所有衣服脱下给我穿上,还给我撑伞挡风,他自己穿一个背心,你说他不冷吗?他也冷得瑟瑟发抖,嘴唇清污。 但是他却对我说他不冷,有个外国游客,对着我们一通拍摄,他看到了这感人的衣幕,看到了东方人是怎么爱自己的老婆的,他把这一切一一记录在他的相机里。 这就是红哥对自己老婆的爱,他从来不对我爱你,注意这个你是油腻的你,他对人爱是爱在心里,不是爱在嘴上,对自己女人他从不显示出半点轻浮和轻飘。 有些新婚燕儿,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各种肉麻轻飘的举止以示爱意,红哥从来不这样做,可能是跟他大半辈子做老师的性格有关。 那有人会说,这样的人是不是太缺乏浪漫情调了,一开始我也有这种感觉,但是慢慢就习惯了他的刻板的性格习惯。 他爱一个人是在心里,不是在口头上,表面上,他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,他从不溺爱孩子,但是都是爱在心里,他晚上给孩子赶蚊子,甚至自己可以一晚上不睡。 红哥为了我,我们的孩子吃了太多的苦,什么艰难困苦他都一个人背了,幸福了我和孩子,如果这么好的老公我要跑,那我脑袋一定是你们说的是进水了。 之所以说说红哥是怎么对待自己的月娘的,是希望他的处事态度能为你有所借鉴,而相比有的单身汉对老婆五分钟狂热。 一旦时间长了,新鲜感没有了,对待老婆的合理要求都置之不理,然而要过夫妻生活了,不管自己月娘心情如何就要霸王硬上宫,不顾她的感受。 老婆不愿意就强行进行,再不从就拳脚相加,把自家的落地玻璃门都给打碎了一地,这样的人还配做人吗?他还怪自己老婆不配合自己。 其实夫妻生活需要两人有情感交集交流,夫妻俩平时关系良好,就不存在一方要强迫另一方了,如果你说每次夫妻生活都要强行进行,一定是你自己为人出现了问题。 今天暂时说到这里,今天因为我搞鱼缸耽误了发视频,现在晚上不发上,希望大家多多评论点赞,更多精彩名后天继续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